勿索為港 正是香港的寫照 疫情困擾兩年多 少了外地旅客 不少店家 暫停營業 甚至倒閉 銅鑼灣人幾人的購物中心 位置於清零 但也變得冷清 事業加上在家工作 少了通勤族 連被列為人生50個 必有景點之一的天心小輪 乘客量大跌了5成 第五波疫情的1、2月 乘客量只剩下四分之一 連續30個月共虧損 215千萬台幣已經支不抵債 船票收入都不夠發工資 你都不想跟人坐這麼近 很有歷史價值 我覺得都值得保留 不會沒有的 一定會有財團撐起它 疫情衝擊經濟36年歷史 香港第二大的港龍航空 在2020年停飛 而國泰員工在2021年 共檢疫隔離了7萬3千萬 相等於200年的時間 虧損超過200億台幣 11家國際航空連署 要求港府取消起飛前抵港 後的檢測要求 或採用閉環式管理 減少營運的不確定性 香港學者也富裕檢討 擔心會失去航空樞紐低位 隨著新增確診數下跌 政府部門從4月1號開始 逐步恢復公共服務 大量港人曾經缺診 疫苗接種率大幅提升 有專家認為6、7月時 可以放寬室外不用戴口罩 以上是主香港記者 李敬華的報導 李敬華大 李敬華大 我们下期再见